面对众多的国企方案 代表们各说几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1949年9月25日晚 在中南海风泽园会议室又召开了一次协商座谈会 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参加会议 最终意见得到了同意 田富达也是参与了这次协商座谈会的一员之一 周周林在那边讲了一次 咱们介绍哪一个方案好 为什么要选中来五星红旗这个方案 周周林讲了一次 那个是以这个作为中心 然后别的人只有参加 谁愿意去听就都可以 到了最后呢 妈妈经过互相讨论以后 最后的意见呢 毛泽西呢 归纳了一下 就是说 这个五星红旗啊 在党的电脑下 中国革命人民打团结 用这种方式 所以呢最后呢 还是提出了这个建议 还是采用毛泽西那个归纳 毛泽西归纳了大家的意见 还是用这种 这个 来形容啊 我们叫五星红旗的意义 国歌的选定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筹备会虽然收到了 六百三十二件印针稿 歌词歌谱 六千九百八十六首 但都不够理想 国歌也是经过大家这个考虑呢 都认为呢 没有那个应用精心居然好 所以这个 这个西北红好像 也提过这个建议 这个目前信息呢 我们的国家还没完全 独立啊 还没完全独立 而且呢 这个 还有 帝国最欺负我们 周围呢 这个 当时 三座大县 三座大县 在齐亚中国人 我们虽然大部分解放了 但是呢 还没有彻底解放 周围还有 几个罪在 这个 不让我们 这个 反对我们 这个建立 新中国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终经过大会代表热烈的讨论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决定国旗为五星红旗 决定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决定国都在北京 1949年10月1日下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田复达作为唯一的高山族代表 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一起登上了 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我们台蒙的同志都在一起 周边的人都很多了 都是互相有的人认识 开会的时候有个交流 有的人虽然是代表 但是没有 因为刘白多人来不可能没人认识 当时互相都有个派子 有个正确的跳子 有个正确的跳子 我们都一见面就 都很热情的 所以我们什么都 当时也鼓不了讲很多了 因为对场面那么大的场面 那么激动人心的场面 我们就步不了周围 我们自己就很少说话 下午十五时 天安门广场上欢声雷动 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了 我们正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了 我们正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个是很感动人 人民账战的政权 这个确实是对中国人来说是第一次 就因为这个中国人是从亚平战争开始 牺牲了多少革命人士 终于解放 终于拿到了证券 所以大家心里为 一个暖洋洋的 就都站立起来 毛泽家在政协开幕式的时候 就讲这一句 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个也是很感动人 当时我们都流泪呀 乐队 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 在首都北京冉冉升起 这一场景 永远已镌刻在了天赋达的记忆里 《义勇军进行曲》 整个旗我也是流浪洋的 看到了一面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的红色是 烈士们的线线 有无数人烈士们的线线 被燃起来的 因此中国人民能够解放 有了自己的证券 很感动 阅兵式完毕 已经是傍晚时候了 群众游行在这时开始 直至末年 天赋达仍津津乐道与 当时的剑门 群众游行 游行完了以后 广场上三十万人 当时广场没有现在那么大 但是不是那么很大的观察里面 里面还有不少人 也三十万人 从北京湾南往西 南往东 北京湾南往西 这一块 后起来我三十万人 都用上天安门 汉毛这些晚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晚睡 这 在天安睡 有免庞灵 不正常 可是你可能是否 在门地上 还得到 了 囚子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